譬如說布袋戲他有沒有一些禁忌 譬如說我們可以這樣隨便亂碰他 還是就是一般人 還是你們其實也不 就是不是操縱他的人 也許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碰到他 或是每次開拍之前一定要戴拜啊 什麼之類的 碰是沒有說不能碰 不能碰 對是可以碰 就不要弄髒啊 我弄軟就好 對還好 那拍戲是有傳統 有傳統的一些 算是自己的一個信仰吧 對因為我們是拜戲神 我們叫西親王爺 對西親王爺 那西親王爺怕那種叫小龍 對怕小龍 所以就怎麼講 就是不會去講那個字 對就是戲中有講到的字都不會去講 對然後也不會設定那生物 對然後片場有時候在田旁邊 所以我們跑進來 我們就會很忌諱 有發現我們就會就會 就是趕快處理 對對我來講可能就是有大事要發生 嗯 你會跟他講話嗎 我是不會啊 對 說你要乖 我是不會 可能戲迷會 對啊 但我是不會 對啊 那對我來講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從我有意識的時候 他就是出現在我的世界觀裡面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會覺得他的動作很細緻 包括關節啊 手的指頭的動作 然後你剛剛說的最後的大打鬥動作戲 其實每一個細節都很真實 不是比我喜好嗎 那你怎麼聽到 是座動作主題 在內地上 我會負責自己的動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